各位朋友大家好 花青素最近我不停跟大家分析 第一个就是说护眼不可以缺的 花青素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花青素的疗效惊人 千万不要错过 今天最后要跟大家说的是 什么食物里面有花青素呢? 就把12样的流行榜上的名单 放出来给大家去选择了 首先我们要知道 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的生物雷黄酮 也是当前科学家界认为 一个强而有力的自由基清除剂 在目前来说 花青素没有发现有明显副作用 也不会跟我们吃的药品相冲 跟怀孕妇女暴雨期间 都没有明显副作用 所以是一个安全的营养品 什么食物有这些花青素呢? 其实普遍存在红色 紫色 紫红 以及 蓝色的梳果之中 例如菩提芝 樱桃 蓝莓 红莓 福盘子 草莓 桑绅 加州里 这些水果 或者蔬菜方面 就是 蓝莓 蓝莓 红莓 蓝莓 紫洋 紫药 紫药 和 甜菜 羹 这些就是蔬菜 建议我们每人 成人的摄取量 是180 215毫克的花青素 就足够 而平均 每100克的 梅果 就有 500-700毫克的花青素 所以每日只需要吃大约30个 公克的 小量梅果 就已经足够了 现在将我们 找到的12样花青素的 排行榜 跟大家介绍出来 你看这图就看到了 最高的就是紫色的 粟米 有1642毫克 第二样东西叫紫英莓 Cherry Blossom 410-1480 第三是山桑子 300-698 第四叫黑醋栗 其实也是等于 黑加伦子 这个是130-476 这个黑加伦子 是一个水果 不是很多地方生产 但是我们可以用黑加伦子汁 第五个就是 这个曼月梅 Cranberry 有67-140毫克 而蓝梅 黑加伦子汁 我们知道对眼睛很好 同时 亦可以 预防膀胱发炎 和感染 这个有62-300毫克 第七样 是紫色的菩提子 有30-785毫克 黑加伦子 黑加伦子 是唯一的豆类 在这个12的 排名榜之中 出现 有24-45毫克 而福盆子 Rasperry 有20-687 草莓 Strawberry 比较少 15-55毫克 而另外的葡萄 就是红色的葡萄 就是5.9毫克 而最后那样 就是Cherries 即樱桃 有2-450毫克 为什么它的数字有 那么大分别呢? 因为这个的樱桃Cherries 有几种 一种是浅黄色 这个当然它的花生素少 另外 普通就有红色的 最好的那种就是 深紫红色 那种叫Bing Cherry 又大粒又好吃 花青素最多 所以你会发觉 就算它比较数字 那个数量也是比较偏差的 因为同一的水果 它都有几款 每款它的含花青素量 亦有所不同 大家知道花青素这么好的 现在就真的要摄取多些 无论任何年纪的人 都不可以放过 现在有12种可以选择 而蔬菜方面的 亦有很多 紫洋葱 这个 蟻瓜 紫椰菜 这个 似地瓜 即是似番薯 很多选择 不会找不到 所以 千万不要错过 这个那么好的花青素 多谢你收听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